小伙伴们注意看 在新版本蛋仔岛中 把食材面粉和土豆 溜进油锅中 就会获得新道具变身薯条 所有玩家都在开心的庆祝 新道具变身薯条 来到了蛋仔岛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不要再开心了 不要再开心了 因为变身薯条道具 来到蛋仔岛 却让我们所有蛋仔玩家 永远的失去了两个重要的道具 你们知道吗 首先来看 所有蛋仔玩家 永远失去的第一个重要的道具 它是悬浮在空中的冰淇淋 当玩家蛋仔靠近它后 就可以把它捧在自己的头顶 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 冰淇淋炸弹 如果你还记得冰淇淋炸弹 那么请为被删除的 它点个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冰淇淋炸弹 曾经它出现的位置 就在蛋仔岛蓝色摩天轮 右下角的冰淇淋餐车前 曾经蛋仔举起 冰淇淋炸弹丢出去 就可以把其他玩家蛋仔 动成冰块 让其站在原地 可是随着新版本 蛋仔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 蓝色摩天轮的右下角 已经没有冰淇淋炸弹 它被删除了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我信你可以试试 再来看 第二个所有蛋仔玩家 永远失去的重要道具 它是悬浮在空中的弓箭 当玩家蛋仔靠近 他会把它拿在自己的左手中 它有一个霸气的全称叫 高级弓箭 大家可一定要记住了 曾经高级弓箭射出去的箭 可以击退其他蛋仔玩家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曾经高级弓箭所出现的位置 就在蛋仔岛商店的左侧 可是 随着新版本蛋仔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 那商店的左侧 已经没有高级弓箭道具了 所以说 小伙伴们真的不要再开心 变身薯条新道具 来到蛋仔岛了 因为我们所有蛋仔玩家 永远失去了高级弓箭 和冰淇淋炸弹 两个重要的道具 我真的好伤心难过啊